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本的老农今天是跟着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联动 现在是每个月7256元 明年1月本来将涨到7620元 如果改成跟GDP联动 可以涨到7969元逼近8000元 农民开心全写在脸上 除了照顾60万农民外 政院还要照顾海巡跟警销医疗补助 以到三种挂号为例 一般民众挂号费加部分负担460元 未来警销与海巡全免了 一年保守估计看诊三次 每回再加一次回诊 未来一年就能省下2760元 另外政院逐年编列200亿元 预祝劳保年金不破产 以及无限期延长工厂辅导 合法化等政策 政府给大红包 从农民到照顾警销海巡 以及拯救劳保年金 施政更接地气 让人民更加有感 三立新闻黄大风陈彦豪台北创造